后边这一段 揭露了 坦乱达斯特 他说 极乐菩萨后果不从一滴至一滴 而顿正不出 怎么说 都可以 都能讲得通 为什么 法性上面的事情 不可思议 不但我们凡夫 无法想到 罗汉菩萨 也不可思议 坦乱 有利根 根性迟钝 那是像爬楼梯一击一击往上爬 根性蒙力的 他可以一步就上来了 像武术表演一样 那他练成的 我们上高处要用楼梯 他不需要 他一步就可以爬上去 说是摄地啊 是摄迦路来 是摄迦路来 有颜伏体 也应化道尔 摄迦路来 那是第一个界次 一个七层次 摄迦路来 对于我们地球上的众生 地球上的众生 不高 不容易体会到 这么一个原因 他放进途 何必如此 世界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众生 业力 习气 不同 不一样 所以佛说法 为什么说八万四千法 八万四千是代表无量 是因为应激说法 众生 他喜欢什么 你就跟他说什么 我的感觉当中 世界上 所有宗教的创世 所有宗教的创世 那就是像中国故事后 福西神楼 摇顺玉堂 阿皇帝这些人 都是大吃大物 佛菩萨再来的 中国人喜欢圣人 他就以圣人的身份出现 他们讲的 他们讲的东西 留下的东西 他跟谁说的 第十上面一记载 他老是谁 开悟的 开悟的 言语有一句 有一句话说 无私自通 你想不想信 无私自通 你看在中国 在后面历史上有记载 慧能大使 无私自通 我们眼前的海贤老和尚 无私自通 他的佛法 谁叫他的 他也没有笑过 他没有老师 为什么他什么都懂 你问他 他都能跟你解答 没有问题 不算难道的 无私自通 佛的教训法 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经 谁叫他的 他在世所学的 是印度的宗教 是印度的秩序 他统统没用上 不就给我们 释迦无私自通吗 那怎么样才能通 直接 禅定 开悟 所以他三十岁 把过去 在这个一切宗教里 所学的 这些学派里所学的 全部放下 到菩提树下 就入定 定中开悟的 开悟就是 明心见心 见心 成佛 成佛 就是成就 一切之 他什么都知道 而且 绝对没有错误 是一件东西 或者 还可能有错误 从自信 留着 绝对没有错误 阿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阿 祢 陀佛